这个王先生就他自己描述 其实他从小就是这样 在功课上其实就容易粗心分心 然后确实也比较容易忘东忘西 那对他自己来讲 其实他也会觉得压力很大 因为明明自己很想念书 花了很多时间念书 却念不好 或者是念不进去 那父母亲那时候也并不了解他的状况 只会觉得这个孩子很聪明 但是怎么老是不记得别人交代的事 然后总是辣东辣西 然后还是甚至会跟别人 有一些冲突吵架的状况 父母亲对他其实很失望 孩子对自己其实也很挫折 所以这样的孩子其实从小到大 遭受的挫折其实相当多 那对他们的自信心也会有影响 所以我们建议如果家长 从小的时候开始就注意到 孩子有容易分心 然后忘东忘西 做事情可能会比较拖拖拉拉 那会觉得掉东西 然后粗心大意 那甚至会有一些 过动冲动的症状的话 可以带来我们 让我们的医师来评估 了解一下孩子的需求 不足过动症的孩子 那我们会建议 环境的部分 一个就是 当然可以让他在读书的时候 单纯一点 比方说刺激少一点 让他桌子上 只要有一支笔 一本书就可以 那减少一些声响 或者是一些他觉得好玩 有趣的诱因这样子 那在环境的饮食上面也要特别注意 我们现在目前有看到 就是食品的添加物 色素这个部分 确实会影响到孩子的专注力的部分 那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多给孩子吃食物 而不是食品 那是最好 那平常这个事情 会不会对你的生活 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有耶会 像我老婆就会 会常常抱怨我说 请 抱怨我说 奇怪为什么很多事情都没有做好 或者是 交代我的事情 就会 没有做或者是忘记做 不? 我 没 没 呢 你 因为像我老婆 我就